我叫王彥強 在X-Trade還在關注組合 剛才法官都說 這個原則是要很公平、很公正的方法 但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IPO-A要進行網上活動 它接觸的人臉 跟我們開一個接觸的人臉 是完全同一個世界來的 那是否公平呢? 可能是否要封了IPO-A 還有網上很多技術性 我想你可能不太明白 譬如簡單說 他們要賣廣告 他們經過Google 你搜尋的話 你要找某一個人 他們可以付很多錢 IPO-A可以付很多錢 因為認識很多來聯絡的人 給他們見親的人臉 他們出現的機會率是很高的 這是五貫呢? 甚至乎 他們現在可以從上面 聽清楚 如果 簡單說 一個距離 去年是曾特首和梁家傑去比賽 所有大陸的名字 叫梁家傑都放在網上 這樣的話 又要搜尋梁家傑 梁家傑可能真正的香港的梁家傑 你找到十幾二十幾個月 都沒有找到梁家傑 如果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又很不公平呢? 你怎麼管得到呢? 所有很多技術性上 根本是沒有辦法管得到的 你可能想的事情 因為你在法官上 你不懂得網上的世界 你想的很簡單 如果你站在他們那邊的話 你也可以想想 他用很多的骯髒草段的話 你怎麼管呢? 你今天要開這個諮詢會 其實很多細節 很多technical的事情 你不如跟我們這些人 聊一下 究竟有什麼technical的問題 你可以做到的 你什麼做不到的 你說出來 這樣的話 令人心目口號 因為你現在想說的 全部都是向著法國 這個針對 但是 堅制派 他們的錢 他們的內應 你看不到 譬如他真的幫劉家傑搞 不過你梁家傑 完全是推到他下面 出了錢 你怎麼知道 是不是? 反過來 你也知道 小哥哥的資訊 都是說的 令到人的出現率減低 都是一個不公平的東西 這些方向 你要想一下 反過來 都會影響 謝謝 我也想回答一下 我沒有任何政治考慮 不過你可以批評我 我說 我將這個傳統傳媒的規管 引申這件事 有什麼實際的困難 這些呢 我是很樂意聽的 是 真的